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接口 对 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 TS这种如何实现接口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接口的定义 第二 接口的使用 好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哦 首先说 接口的定义 该怎么定义 大家看这地方 这有一个接口定义的骨架 非常的简单 interface 关键字 接口 然后空格 加上一个接口名 然后呢 再跟一个大括号 这就定义完了一个接口 然后在大括号里面 写上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定义 但是没有方法的实现 这个呢 是所有的语言都是共通 OK 接下来咱们定义完一个接口 该怎么使用 一起来试一试哦 接口都使用 首先在咱们使用的实际当中 我先定义一个接口 大家请看 interface 然后是定义一个数据库的接口 一般数据库的 一般是接口 我都喜欢以大i开头 说明它是一个接口 以示区分 以示和类的区分 对吧 好 我定义一个interface 数据库的接口 叫做i database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在大括号里面 我给这个接口定义了三个方法 但是大家注意看 这三个方法是没有实现内容的 对不对 对 因为咱们这些个接口方法的实现 是要在它实现类中定义的 对不对 OK 好 咱们既然有了一个数据库接口 那咱们就实现它一下 看看啊 怎么实现 看下边的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orico数据库类 对这个数据库的接口 进行了实现 implements 然后实现了 刚才咱们定义的一个数据库接口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orico类里面 分别实现了刚才接口中的 这三个方法 连接 关闭 执行SQL 对吧 分别做了一个实现 这就完了 好 那咱们该怎么用呢 orico这个类咱们定义好了 同时实现了接口该怎么用 和普通的类的用法是完全一样 我给您建个文件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test.ts 好 咱们先考上最初始的接口 里面什么都没有 仅仅是方法的定义 然后咱们再考上一个 它的实现类orico 可以吧 这orico里面 分别实现了它三个方法 OK 再接下来 我这怎么画红线了 再接下来 我这个link有点问题 再接下来 咱们去调用一下 这个orico类 大家请看 我light这个orico 然后给它指明 它是一个接口类型 同时我new的时候 new成orico类 没问题吧 其实这地方咱们不叫orico 比如叫mydb可不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mydb是这个接口类型 同时把它实力化成orico 也是可以的 那这地方我都把它改成mydb锁了 好吧 好 这个文件咱们执行完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这个这个红的咱们不用管 是我这个vslint这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好咱们试试 tsc 然后编译一下 好没问题 生成了gs文件 好接下来咱们执行 node test.gse回车 大家请看 输出三行 orico连接orico skl执行 以及orico 数据库的关闭 对吧 对应着分别是咱们这三行 连接 执行语句 加上关闭 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咱们就相当于实现的一个接口 同时咱们使用一下这个类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因为这个接口是给多种数据库准备的 所以说我再定义一套 什么poster grid 可以吧 定义方法跟刚才orico完全一样 也是定义了一个数据库 同时实现了咱们数据库标准的方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class postgre 然后实现了数据库的接口 然后这里面 我分别实现了这三个接口 已经定义好的方法 这是必须要实现 好 那么咱们就定义postgre 然后咱们再应用一下postgre 怎么用 其实很简单 咱们就用上面这 刚才这一套就够了 咱们让这个mydb去new一个postgre 可以吧 下面的定义方法我都不变 为什么 因为它是调用接口的方法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 存盘 然后咱们先编译 老规矩 tsa test.ts 编译 成功 node test.js 一回车 注意 上面这一组 是Oracle的连接 执行 关闭 下面这一组 是postgre 连接执行 关闭 完成了 可不可以 咱们分别定义了两种不同数据库 同时实现一个接口 那么这两个数据库定义里面的内容的实现都是一样 具体的connect里面 写什么内容 加什么套接字 加哪个端口 那就是这个数据库自己的事了 咱们用户来看 咱们的使用方法是完全的一样 OK 接下来咱们讲今天最后一个知识点 接口的参数 该怎么用 我拷贝过来 比如说咱们上面定义了一个接口 对吧 同时还定义了两个接口的实现类 那么该怎么活用它呢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我这个函数 do it 这个接口 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 它是一个接口类型 也就是说 我可以给它传 Oracle类型 也可以给它传Postgres类型 都可以吧 OK 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我看看 我把上面这个代码先屏蔽掉 好 咱们重新来一下 咱们如何活用下面这个呢 注意看 这个地方 我让它 我声明一个 Oracle的类型 没问题吧 然后 我再声明一个Postgres类型 然后 这个地方是Postgres的数据库类型 这个叫P PGSQL算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声明了两个接口变量 一个是Oracle 一个是Postgres Oracle呢 我拥有了一个Oracle的实例 Postgres呢 我拥有一个Postgres实例 但这两个都是实现了共同的接口 所以说这两个的调用方法是完全的一样 它们都分别实现了三个并令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我就不用像刚才这样 一个一个去敲了 对吧 因为我这有了一个DoIt的方法 那么我只要DoIt 大家请看 我传进这个Oracle的实例 或者说传进这个Postgres的实例 就可以了 在我这DoIt的函数里面 它也不知道我传进来是Oracle 还是传进来Postgres 不管 反正它就知道 你传进来是一个接口 我就掉那个 打开这个数据库 我就执行SQL命令 包括我这个官密数据库 就足够了 对不对 这里面我可以自由的 执行任何的内容 对不对 OK 咱们就实验一下 好 咱们实验一下 看这类能不能跑通 清一下屏 TSC 编译 没有问题 Node Test 大家请看 跟刚才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代码量 其实少了很多 对吧 我就通过这么一个函数 传进去这个接口的实例 这个地方 接口的调用的方法 是完全的一致 是不是代码量也减少了 而且这个出向性 也做得特别好 这就是接口的活用方法 推荐给您 您在做这个数据库产品的时候 可能您的产品 要连接多种数据库 那么您采用接口的设计 简化您的代码 增加您的工作的效率 非常的不错 推荐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关于TS接口的定义 以及使用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有兴趣朋友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因为关于设计模式 可能还能说很多出来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讯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和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